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亦林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及右派与民主党议员联手 罢黜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让他成为美国建国以来首位被罢免的众议员议长 他也宣布不再缴诸议长职务 由美国众议院盖茨为首的一小群共和党及右派 和民主党议员联手将麦卡锡拉下联邦众议院议长宝座 这是美国独立建国以来联邦众议院首度罢处议长 众议院以216票对210票通过盖茨提出的罢免案 重新点燃保守党内部老派和支持前总统川普山洞派之间的斗争 盖茨是这一群极右派的领导人物 他们先前拒绝在为大幅削减开支的情况下 通过新的联邦资金让联邦政府濒临关门 这群人也反对进一步援助乌克兰 表示这一笔钱可以更妥善的用在打击非法移民 至于遭到罢处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议长之路相当颠簸 今年1月挺过党内极右派势力反对 历经15轮投票才坐上议长宝座 写下164年以来拖延最久的议长选举 当时杯葛的主力也是这次提出罢免案的盖茨 不料短短9个月 麦卡锡就成为美国建国以来首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 他也宣布不再角逐 目前共和党尚不确定出马角逐议长的人选 由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亨利站代议长 民主党方面可能推出非裔领袖杰弗瑞斯 主要社综合报道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日前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登场 今年比较特别的现象是主办单位邀请了国民党 民进党与民众党代表出席会议 让今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多了选举位 年度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日前举行 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徐颜璞率团出席 派美方协助台湾能有部分武器 全售其刺激自足能力 加速军售装备递交速度 我们提到有关武器全售其的一个合作这部分 我想这次我们在国内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汉翔又成立一个F-16B的一个维修中心 那就是一个我们相关合作的一个非常典型案例 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范例的引导之下 后续我们可以在各方面 对于偶尔后所结装的各项武器 都能够参考这个模式来增加更多的一些合作 今年活动比较特别的现象是 主吧单位邀请了国民党 民进党和民众党代表出席会议 直接向美方官员说明该党的国防政策与理念 让今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多了选举位 各政党对于台美关系对于台美安全合作有兴趣 甚至希望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双边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我想这都是正面的发展 这次确实是我们第一次 台湾民众党派员来参加这个美台国防工业的一个会议 就是我们台湾跟美国在国防工业上面的一个合作 那除此之外 那这边因为参加这个活动的跟这方面的人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在趁着这个机会建立这个人脉 从民众党的角度的话 我们有机会来开始建立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关系 这也是一步一脚印的要落实 民众党来参加我们当然欢迎 但是我要提醒民众党的朋友 这个平台它讨论是非常实质的问题 它是谈国防政策 谈作战概念 谈未来军事投资可能的方向 以及可能需要的科技的那个需求 所以它并不是选战的一部分 不管是哪一档 都是来谈很实质的问题 可以让他们有方向感的 我觉得才会受到他们的重视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 任内以11度提供台湾军售 日前动用总统拨款权 提供台湾最高3亿4500万美元军援 展现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 协助台湾获取防卫所需装备 提升国防战力 徐远璞表达感谢之意 装社记者张建业 威廉思宝报道 中国十一长假期间 包括上海陆家贼 外滩等热门景点 几乎都涌入大批观光人潮 为了公共安全 上海地铁甚至在特定时间 关闭部分地铁站 不少民众表示光看这波 黄金周的出游盛况 显然中国已逐渐摆脱疫情阴霾 内需消费显至回温 横跨中秋与中国国庆日的 黄金周十一长假 引爆大陆各地出游热潮 据官方智库文化与旅游部数据中心预测 长假期间共计高达8.96亿元次出游 年增86% 旧记者实地观察 像是上海陆家嘴 外滩 玉园等 也确实涌入满满的观光客 渴望带动消费商机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隔了四年 才第一次回到大陆 国外媒体或者台湾媒体的资讯 会觉得大陆经济比之前会有下滑 可是来了之后 从街上的人潮 然后从消费来看 觉得好像去以往改变不多 为疏散人流 上海地铁于长假期间 每天下午四点到营变结束 设定关闭可直达外滩的南京东路站 玉园站也实施风站 列车采取跳停模式 以避免大批人潮移动 引发公安意外 今年和往年相比的话 虽然大家购买力可能没那么大了 是吧 没那么好了 但是毕竟生活是自己的嘛 还是要多休息的时候 就是要多出来玩嘛 然后工作日就要多工作 好好努力工作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 跟疫情之前的就恢复差不多了 配合十一长假 外滩打灯光影秀 较平常增加一小时 也推升夜间观光人潮 据上海黄埔警方公布的数据 光是外滩在10月1号当天 累计旅客量就高达61.1万人次 创下2019年以来同期最多 庄社记者李亚文上海报道 土耳其西部埃扎诺伊 有座保存完好的宙斯神庙 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 考古团队也持续开花 最近在神庙东边有了新发现 里头竟然有女性的香水瓶 和化妆品材料 土耳其西部的埃扎诺伊 以保存完好的宙斯神庙文明 该神庙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 杜姆路佩纳大学考古团队 在神庙东边的挖掘工作 近来有令人兴奋的发现 团队挖到一个 拥有2000年历史的商店 里头有大量的香水瓶 还有女性使用的发夹和项链 推断是一家销售香水珠宝 和化妆品的店铺 最令团队惊讶的发现 是挖到了类似腮红和眼影的化妆材料 大约为1或2毫米的碎片 主要是红色和粉红色 被保存在牡蠣壳内 土耳其考古学家从2011年以来 一直在这古遗址展开挖掘工作 未来也渴望有更多新发现 中央社综合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在华师频道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510 我们再会